Tina 你好 有一個報告指出 中產家庭在退休的時候 生活水平的生活上是不太高的 可否跟聽眾介紹一下這個報告 你考虑一下退休生活 好呀,这个报告刚刚出真是新鲜热 这个报告是关于中产阶级的加拿大人 大概是40到65岁左右 因为现在通胀和通胀都没关系 如果收入大概是3万5到8万元左右 到你退休那天的消费能力可能会跌25% 如果跌25%也挺重要的 因为它已经算了你 是预设你子女已经大了 嫁得就嫁,娶得就娶 有自己一家,出身了 那你家屋应该是没有贷款 即是花了钱了 已经是这样的,预计是这样的 但是你也有个可能性 你的消费能力是跌25%的 虽然知道我们现在在大选 很多党都说关于会不会有CPP 或加之类的 这个报告也有说到 就算那个CPP 加拿大退休的 对了,加拿大退休的会增加 甚至是渐进式去加拿大退休的会增加 就算是这样也好 都不行 都不够花了 都是不够花了 对了,都是不够花了 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他也是 公司,譬如你正在做工的时候 有很多公司都是没有退休计划的 因为它没有退休计划的时候 就算你的CPP就算加拿大退休的时候 你都未必会追得这么快 另外,北美有一个情况就是 不像我们中国人一向就比较喜欢存钱 是 北美的时候 都是近20年8年之后 每个人都在说存钱这件事 但是那个惯性就没有我们中国人那么强 但是你说是话了 中国人在这里生了几代的时候 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的存钱的能力 是否可以这么大呢 因为那个收入 还有那个通胀 那个分别 就是那个比例的情况之下 所以最主要就是 有两样东西 公司的计划 退休计划没什么 还有就是不习惯 存钱的人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也是因为这样的情况 就会跌至25% 就算是说现在 政党说他会加他会加 那些CPP那些 他们就讲了一个报告出来 就算真的要做 都要40年之后 这个计划才是真的完全有效 是 如果你说这班人是40到65岁 是 那就是80到85 可能已经过身了 甚至下跌了 8年不跌路了 真的 如果到期时才是这样 我怎么办呢 另外一样东西 就是说 他说那个CPP 就算是 好像现在 就是5%那样 那如果你就算增加到7.5% 你最高可保的收益 都是多了48,300 是 那他就说 如果10年之后 10年内 可以快点 但是那个退休统计员 就是说 我不知道会加你多少 那如果大家这样的情况之下 就要小心一样东西 希望 真是很希望 我们的父母 就可以帮下手 是怎样帮手 如果我们父母 有很多时候 我们中国人 老人家的时候 很多时候 物业已经没有了mortgage 已经是清晰物业业权 那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 希望大家就尽量 不要想着 好像以前我们的想法就是 我白营归老 我卸了一双眼 我才会给10元 是 那如果你真是 现在已经说明了 美国那边又说 我随时100岁的 那我们现在 都经常听到100岁以上 是 那你 不是说要白营归老问题 那你现在是60-70岁 就像我自己40多的时候 那你60-70岁 那你60-70岁 那是 但是有很多人 真的现在买不到屋 你知道我们现在的屋 我们上次都说 你朋友给80万 婆婆生可以喝 还给90万 对 根本不够人争 是的 根本不够人争 我们的10万很辛苦 他们的10万 我不知在哪里 就飞了出来 是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希望大家可以 尝试不要用以前的思维 因为如果这样的时候 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的朋友 真的40-50岁 都没有物业 是的 很多时候 真的你怎样去帮 那你还有你的孙子那一代呢 如果你子女都帮不了的时候 那你的孙子就更加 如果子女没有物业 你的孙子就更加没有物业 再加上不要想着 就是说一买物业 就一定要买到我自己适合住的 是 可能你真是 你用你那个物业 就拿一点来帮助他们的 下付费 但是因为你买一间屋 你现在随时真的100万的嘛 嗯 那你的下付费 就算付25% 你都拿20万 那你自己住的那间屋 你都未必有去到100万 或者之类的 就算你有一百万也好 你有三五个子女 就不用全都没了 拿他一百万 所以就不用管 你一定都拿出来 就算是拿部份 帮他们 或者先买个partment 来做收费中心 是的 细单位 用个物业来帮他们收费 是 是 那年之后就希望滚快一点 是 因为如果你计算自己的薪金 来到存钱 你存不够快 因为我都说了 现在那些物业的时候 80变90 90变100 100变83那种的时候 你没有可能那个 存钱 或者你的薪金 可以这么快 很简单 另外一件事就是 我刚刚跟了个客人 去Dowtowntown去看 看那些partment 32万多 他有1350元 收租 OK 那如果你就算是 落个downpayment 是81,000多 你借贷 就借243,000多 你当你不要用浮动利率 你用个fixed rate 五年期 4.5% OK 你的月供 就是1229.03 那你是会 再有管理费 管理费百多元 因为是小单位 就是地税 就是地税 你当是100元 OK 那如果你是算起来的时候 我刚才计算了 1479元 我当你1480元 是 你的租金是1350元 是 你要补贴 OK 百多元 但是你百多元的时候 如果你帮你的小孩 其实小孩 我们也不可能是小孩 我们都几十岁了 对不对 那你帮他们的时候 你就当他存钱 他百多元存钱 再加上父母 就说不要想着 我拿了十万八万出来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变成我有债 不是 你的子女现在在做事 只不过他存不及钱而已 他们帮你还息口 OK 他贴那百多元之外 就帮你还息口 因为你会这样而已 所以大家就不要太过害怕这件事 但是一定要帮你自己的子女 或者你想想你的孙子 那一代来上楼 否则这阵龙卷风 过来买屋 真的会有很多 本地人是很难上车的 OK 我听了一些疑难习证 想请教你的 如何联络你 我的电话是604-412-560-412-560 或者到中文网页tinamac.ca 都可以找到我的 OK 或者我们先休息一会 先听一下开会说话 等会我们再继续跟Tina 谈一些操守的问题 OK